当下有多部影视作品出圈引来众多网友们的关注,而其中有王贺蒂和于舒心主演的电视剧《苍蓝爵》称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。 这部剧上线以来就收获了众多网友们的好评,而且评分更是达到了7.8的好成绩。 热度也一度破万,剧中男女主演的V榜指数也破久,播放量节节攀升,在剧期刚开播一个小时之后就被韩国买下了版权,算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输出。 而随着热播,这部剧目前在多国都有了很大的热度,在外网还出现了不少有意思的玩梗弹幕,然而这部剧女主角于舒心的颜值偏偏没有征服韩网观众挑剔的心,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言论。 总结一下这些评论大致就是说王贺蒂是真的帅,她的长相撑起了整部剧,相比之下于舒心就打了折扣,她的颜值声音让很多人气聚,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人拿出了同为国产剧的新汉灿烂来作为比较, 认为同为九五后小花,赵露丝的颜值更胜于于舒心,于舒心的长相自然跟丑沾不上边,五官很协调灵动,但是部分网友认为她的龙帽过于普通,不足以担当女主角,不太贴合,画面美学。 中国的观众们有很多类似的看法,看得出现在中韩之间审美差异并不是很大,单纯看于舒心平常的照片,她的长相跟丑沾不上边,五官很协调灵动,但是她长相缺陷也很明显,需要一定妆容造型的衬托,也需要挑角度。 在有些妆容和造型下,再加以合适的韩戏打光和滤镜,她是真的可以美出一种韩国女团范,在她青春有你二舞台时期,其实凭借着一些舞台直拍劝了不少的粉,本身比较柔和小青春的长相,搭配上夸张的舞台妆容,彻底放大了眼睛,显得五官更立体深邃,美感自然就来了。 但是在电视剧中,失去了阴影粉,浓厚的妆容,失去了舞台灯光照射的氛围感,气场会进一步得到削弱,再加上她在剧中的形象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,为了展现出自己的天真和可爱会故意卖力,做出一些很多小女孩一样的撒娇卖萌的表情,但是在这些表情下很容易就会显得连垮法令纹加深,一下子就失去了少女感。 而且这部剧也暴露了于书欣长相上的短板,就是只适合可爱妆容,走其他妆容风格较为违和,比如前期于书欣所扮演的角色,一直是一颗普普通通的兰花草,被养在私命座下,她的妆容和穿搭造型都是可爱风格,一旦接受了她的人设,不要过分纠结她的五官缺点,忽略她的侧脸和大表情,会觉得她演得还不错,软萌的气场跟小兰花很贴合。 直到凡间戏份里神女之力突然觉醒的时候,她的空气刘海造型没了,切换到脸上特写镜头,却会觉得,这样的画面怎么看都很违和。 扁平坏的面部撑不起神女的威严气势,相比之下韩国观众对王鹤蒂的嘲讽更少,这也是情理之中。 王鹤蒂面部很立体,可走韩戏花美男风,也可走古装贵公子风,在剧中高光戏粉多,而且在该剧的热度加持下,王鹤蒂一度飞跃成顶流,热度资源高涨,如今接触的剧本也是S家的。 长林,但是,还没有最终确定,片方也在顾虑,长林这个饼已经遛过了陈晓,任嘉伦,肖战,龚俊,以及张灵鹤等男演员,如今又传到了王鹤蒂手上,女主依旧是雷打不动的刘亦飞。 前几天就有消息说,王鹤蒂拿到了一个很好的资源,别的小声谈了很久都没有谈下来,似乎和长林的饼对上了,不过这部剧到现在,一个主演都还没定,都是在接触阶段,而且就算刘亦飞真接了,男主也要她点头。 除此之外,宋茜的大女主古装剧《女帝本色》,她也在备选名单里,仙剑,狐妖小红娘王权篇,神尹等,都是大热项目,也都在遛她。 她家是准备挑个最合适的阶下,最快下个月就能有消息传出来,之前和孙怡那部新戏对外说是延期,但其实项目本身差不多快黄了,主演乃至剧组幕后阵容都要大换学,据说,王鹤蒂特别想和热巴合作,最近她火了后就一直在找人引荐, 网传的那个不二之城影视化女主邀请狄乐巴,出演骄纵善良的大小姐寄名书。 男主邀请王鹤蒂,出演富黑天之娇子岑森,就连芒果台也挺喜欢她的,除了在上的你好星期六外还邀请她去了中秋夜晚会,密室大逃脱也找了她去当嘉宾。 值得一提的是,王鹤蒂主演的这三部电视剧,完全是成一个上升的态势,第一部流星花园的评分区3.3分,到第二部江夜二的评分上升为5.3分,再到这部苍蓝爵的7.8分,这个分数的上升可以说是一路开挂冲上去的,前两部作品均低于6分的评分,分数上来说是没有及格的。 然而到了苍蓝爵,王鹤蒂终于找回了自己,在大荧幕上尽情释放自己的演技和才华,才有了目前的观众眼中的王鹤蒂。 虽然前期网友们对于这部剧的评价都非常不错,不过后面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,特别是这部剧的大结局的剧情。 8月29日,电视剧《苍蓝爵》在开播20多日后终于迎来了大结局,而在大结局之前,主演于书欣就发文告别角色,表示就要大结局了,怎么这么快? 从前一天就开始伤心了,好舍不得小兰花宝宝,再发一组存一百零食拍的胶片照,还晒出了一组花絮图片,而这么重要的日子怎么可以没有制片人呢? 他也发文表示感谢喜爱和支持,受到很多的建议,自己和主创都会认真研读,非常感谢大家。 不过单纯发泄情绪谩骂不会看,有部分黑字毫无底线抹黑也不会轻易放过,最后则是表示,谢谢指教感恩陪伴,希望平安喜乐不再孤单。 不得不说这些的还真的是深情并茂,不过对于一部剧的评论还是要看剧情的。 在万众期待之下,苍蓝爵的大结局终于来了,但苍蓝爵的结局却引来不少网友吐槽。 小二本来以为三十一集已经够烂尾了,结果,苍蓝爵大结局又迎来了更大的惊吓,塑造了三世纪人人爱的小兰花变成神女之后,成了人人嫌弃的替身。 不但男主越尊觉得,女主不再是小兰花,连男二号长眼都不太想跟神女结婚,觉得结婚是在承受苦果。 一众配角都表面上对神女恭恭敬敬,私下里都想让小兰花回来。 更巧的是,不但女主在大结局换人了,连男主也换人了。 一般国偶剧男二号如果能娶到女主,最起码脸上应该是开心的。 然而,经手天条的长眼为了小兰花都造反了,结果真的被神女求婚的时候,反应迟疑了,且一脸拒绝的样子。 虽然长眼对男主,对丹英,对所有人都表达了,自己只想小兰花回来,不想娶神女,跟神女成婚是承受苦果。 但神女一点都不在乎长眼,愿不愿意娶自己,她只想着跟先祖联姻的责任而已。 不但大结局时候女主换人了,连男主也换人了。 由于被太苏附体,男主自己求死之后,原神保留在古兰里面,又有一丝分裂出一个新男主。 大结局中,当神女盯着古兰的时候,神女一回头,新男主就咔嚓一下闪亮登场,然后说我回来了。 拜托,就跟女主学人神众出的只会是神女,不是小兰花一样,用古兰众出的也只会是一个新男主,而不是那个天下第一BKing的东翻大墙。 但也有不少人表示这部剧并没有烂尾,而且结局也是非常棒,让人忍不住为其打高,网友们对这部剧给予了后报。 大结局中,这部剧的战内热度值突破10500,这在历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位置,可以说这部剧确实是爆了,而且还是大爆。 这一点在开播之前估计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,但是他确实做到了。 你们能接受男女主在大结局双双换人吗? 最后还是要感谢各位主创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作品,让我们的暑期生活能够更丰富多彩。 现在这部剧也完结了,暑期也要过去了,让我们收拾行囊整装出发,迎接更美好的未来。 快来关注小二一起追剧吧!